这一刻宛如黄袍加深 总被外界认为 大选迟媒动作的侯友宜 该不会这连日的拜庙 其实就是动作 这样的高人气不免引来质疑 利用植物之变拜庙兼拜票 尽管侯友宜澄清否认 但蓝议员已经抢先 替他来解郭侯的套 郭董看得出来他的理念 他从政的理念 是希望能够组非律阵营 就是要下架民进党 那这个理念只有 假设国民党提名侯友宜的话 那你只有让侯友宜来完成 言下之意 侯友宜才是那最强人选 不过美丽岛电子报名调显示 侯友宜再强也强不过赖清德 甚至相较去年将近四成的支持度 没维持住反而下滑7.7% 我们一直期待说 从北部的区域治理 到中部区域治理 到中南部的区域治理 都能够一起并肩作战 不谈数字 却抛出全台整合论述 至于潜在对手 没了市府资源的柯文哲 反倒是跟着白沙屯妈祖绕境 洗涤心灵后有了新的体悟 沿路跟人家借厕所 人家也是很客气 就算台湾的那些纷争都是 制造出来的 你去走妈祖绕境 你不会觉得台湾有什么对立 仇恨 从前最常爆炸性发言的柯市长 现在也受到温暖坚韧熏陶吗 绿营立委郑运大呛 柯文哲轻率的发言 没看到仇恨的根源 也证明他没有化解仇恨的能力 更批评柯文哲的学历 真的不代表什么进步价值 只是也有民调指出 有百分之四九点九的柯文哲 支持者不看好他能胜选 可能采取契科宝兰 就看这趟绕境 能否让柯文哲画足迹为转机 TVB新闻刘一郡专家科新北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